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Jump 10给到一些中国的球员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他们可以付出国门 可以有机会跟世界各地的篮球高手去过招 提升自己的一些经验 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交流的机会 他们可以去深刻的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 还有是中国篮球它是怎样的一个水准 今年是Jump 10的第二年了 然后今年我们在各方面都升级了 包括我们的球队的数量 国家 还有我们的奖金 还有我们整个现场都已经全方位的升级 我觉得第二届的Jump 10 我们的团队更成熟了 我们的影响力更大 越来越多人穿着Jump 10的T恤 越来越多的人戴着我们的帽子 这也是我们这个赛事文化的开始 二十个国家 二十万的美金的产品 包括中国实战的海车 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推广的效果 并且新年来的这些外国队伍的设计 是越来越大了 《新海洋交易》 我们喜欢中国 我们喜欢书院的球图 我们喜欢书院的爱情 中国带来书院的试图 我们都爱着书院 我们很感谢这个东西 我们喜欢这个空门 因为它仍然是真实的 和实际的教育 我们要继续跟书院的球图 我们不在书院的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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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书院的球图 都在书院的球图 我感觉就是还是挺棒的 因为这个比赛 我觉得赛致算蛮紧张的嘛 比赛对抗也很高 对我们帮助蛮大的 草根的一些球员 可能都有一个职业的一个梦想 那江湖泰可能在这个时代 就给了他们一个渠道 通过他的努力 他至少有机会可以看到 他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算完成不了自己的梦想 那他也是得到了一个 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的一个过程 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至少你为你这些梦想 做一些分点 代表中国感觉挺不一样的吧 因为代表中国就有一种 国家荣誉感 然后在场上和其他国家的这舞对抗会感觉特别舒服 真正的体育强活 他们是强占群众 所以说群众体育的强大 才是将来中国体育要努力的目标 我们通过江湖泰这个舞台 让更多打不了职业队的门 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两次一个赛事 和国际顶级的接手手 在这个平台当中 从较量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 明年我觉得要升级的地方有两点 第一 我们要拓展国外的排选 第二呢 我们明年可能真的是要去做 张布天安All-Star的亚洲群回赛 我希望在2018年的江湖泰世界参修大奖赛 我们会在整个赛制和整个细节 和整个用户体验和产品的输出 其包装上面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会有更好的赛事的效果 呈现给所有中国的球运 2018年是张布天的第三年 我希望2018年是全面爆发的一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